记者丁伟杰家事报道,56岁妾到冠犯林姓妇人,日前深夜潜入家事汉口陆民宅行妾,补料却踢到铁板,被远景退休的蔡姓乌朱逮个正主,林妇自认无从狡辩,交出赃款1400元。 警方带他回派出所做完笔录后,他竟拿起随身携带的新经手抄本抄写,以示忏悔,训后被一窃到罪送板,林妇有窃到,强盗等多项前科,功称因缺钱花用,才潜入蔡姓被害人住宿行妾,他随身包包携带新经手抄本,铅笔等,自称只要每次做错事,就会抄新经忏悔。 巴掌派出所所长吴正伟说,林妇有轻度精神障碍,被逮后坦诚不讳,怯到鼠公宿罪,蔡姓被害人考量财物未损失,原谅林妇,给予自新机会,林妇于上月底某日凌晨二点多,潜入家是汉口录蔡姓被害人家中行妾,蔡南当时刚入睡,茶窍卧室有脚步声走动,应当是家人君已就寝, 他起身查看,赫然发现林妇正翻找住脚挂在床头的长裤,他大声呵斥,并开启房内电灯,发现林妇已窃取长裤内装有一万四百元现金的皮夹,在控制住林妇后,立即报警处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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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